大家好 现在是美国时间3月13号 今天一早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 就是任志强先生失联了 这个消息最初是由女企业家王英 在他的微信圈给流露出来的 王英她是个女企业家 她也关注社会问题 她在北京办实际中国实际萨伦的时候 我还跟她打过交道 她在她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微信圈里 她说了一句话 说呢 我的朋友任志强失联了 你坑一声啊 你在哪里啊 然后下面很多的一些公共知识分子 像崔卫平 胡雄 温客坚 也都做了一些回应 从这个微信圈的内容来看 任志强确实是失联了 后来人们就传出这个话来 说任志强就是在家中 比北京市纪委给带走 现在就在北京市纪委 设置软禁 进行留置的一个场所 那么因为任志强他还是党员 虽然他批评党没新党 所以把他留党查看一年 后来这个处分取消 但是他还是党员 所以以党的这个家法 目前来处置他 现在是留置 就是在软禁过程中进行审查 那以什么样的罪名要审查他呢 在我看来主要有三点 第一点就是恶毒攻击党和国家的领导人 这个罪名实际上文化大革命中间才有 但是现在党的家法也有 就是因为任志强攻击了习近平 你说习近平是无耻的小人 你说习近平是脱光了衣服 还想当皇帝的那个小丑 把习近平骂的是体无完斧 他说的话是非常的犀利尖刻 而且这篇文章影响非常大 任志强的这篇文章呢 后来多方确证确实是任志强写的 而且他在海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仅仅在我的这个频道 他的那个音频点击率已经接近了20万 那个图片呢 分面的图片就是我做的 那个图片到处在引用 那你看到他的影响力很大 而且对习近平呢 直接的非常犀利的 如目三分的解除了他的这个本质 他就像大皇帝 而且压制其他人来指出来 他是光屁股的 他是没穿衣服的 他是其实连个皇帝都不是 他实际上就是一个小丑 他的一切都是为了他的利益 他的野心根本不顾老百姓的死活 所以呢 你作为一个普通的党员 你怎么样攻击党的这个领导人 国家的领导人呢 所以北京市纪委呢 要查这个任志强 你居然恶毒攻击伟大领袖习近平 这就当做文革当中攻击伟大领袖毛泽顿一样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是任志强 你攻击党的大会和党的路线 党的大会呢 就是任志强呢一开篇就说的 2月23号 中共召开了一个17万人的大会 在这个17万人的大会上呢 习近平呢 一贯的就是歌功顺德 我们要夺取抗议的这个胜利 但是对这次疫情的爆发怎么来的 这个疫情当中呢 各级政府 尤其是习近平承担的责任 知自为题 根本没有意思的悔改和歉意 反而呢 流露出他只为若定 而运筹帷幄 要打好这场战争 绝对会胜利 他是一个统帅的形象 给呈现出来 所以呢 这个大会 没什么意思 有些人呢 吹捧说 这次大会呢 跟党的历史上的 7000人大会相比 那任志强说 7000人大会上 毛泽顿呢 这个千古的暴君 还居然认了错 退居爱线 叫刘硕袭出来 来主政了 但是你习近平呢 你开的这个 17万人大会 跟7000人大会 没法相比 因为毛泽东 当时喊道歉了 你一点的道歉都没有 所以呢 任志强对这次大会 彻底的否定 这个大会是一个 非常虚假的 歌功孙德 不承认事实的一个大会 另外 这个大会上 确定了一些方针 说这个 控制疫情和发展精细 同时进行 那任志强说 这个完全是乱七八糟 叫人如何的平衡 只能把国家给搞乱 这个大会特别强调 要维持稳定 那还是继续的来 签认自由 签制新闻 签制言论 这样的话 会导致更大的疫情 更大的灾难的爆发 不吸取任何的教训 把人的这个喉咙 掐得紧紧的 不让人说话 所以呢 你任志强呢 反对党的路线 反对党的大会 这是第二个罪名 第三个罪名 你煽动政变 你企图叛乱 因为呢 任志强在最后的时候就说 面对这样的一个 无耻的小人小丑啊 党内必须要发起 像分碎私人帮一样的 一个运动出来 那意思是什么 就是党内应该发动政变 把习近平给搞下来 然后让正确的领导 坐在正确的位置上 拨乱反正 所以呢 这句话呢 实际上就是煽动政变 这是共产党最害怕的 这是习近平最害怕的 所以呢 第三条也是最厉害的 所以以上的这三个呢 还是党内 在他们看来是严重的问题 所以他要进行 严格的审查 然后呢 觉得有这个形势的可疑性 就把他移送到 司法机关进行处理 那任志强现在的命运呢 是比较悲惨了 因为比中共呢 给抓起来之后 你整个失去自由啊 你难以跟外面进行联系 那从任志强的 这个经历来看呢 他其实是有实力 有背景 而且呢 在这个历史的关键时刻 他喊出这个声音 喊出这个声音的目的呢 实际上也是头师翁路 就党内的这些有实知识们 赶快团结起来 发动这个政变 但是呢 因为这个历史时机还不成熟 所以呢 目前他确实给 世联给抓起来之后 可以说这次的政变呢 只是一个 只是一个观念 还没有实施 那么 现在习近平呢 成为千夫所指 众师之地 人们都想把它给搞下来 那如何这些反习势力 能够接近呢 就像任志强所说的 最美好的一个状态 就是粉碎十分棒 那个时候呢 包括华国锋啊 汪东兴啊 李先念啊 这些人呢 也坚硬啊 团结起来 一下就把这个四人帮给 采取非常的手段 迅速给抓起来 就在中南海 抓起来 然后扔进那个监狱里面 然后呢 就是拨乱反正啊 华国锋 当了一段 后来华国锋呢 也比邓小平给干掉 算是 一个比一个开明的领导人呢 坐在了上面 把四人帮给赶了下来 当时呢 是因为党内外党政军呢 都有这些开明的人 尤其这个汪东兴 起了一个关键的作用 汪东兴呢 他就负责 中南海的警卫的 负责中南海警卫局的 所以汪东兴呢 这个人呢 比华国锋 他们给 拉过来了 还有这些 军队的这些掌冠人 叶剑英 李先念 把这些人都拉过来 所以他们呢 党内党外 都有一些掌控实权 有实际职位的人 把他们拉在一块 发动政变 那个时候就起效果了 那一下吧 王章加油 这几个四人帮给 抓起来 政变成功 那现在呢 任志强呢 他只是扮演了一个 靖客的角色 他只是喊出声音 就像靖客的亲王 拿出刀 就冲了一下 结果呢 还没到跟前 就被抓起来了 所以呢 如果不想成为 靖客 确实要能把习近平赶下来 那确实呢 要有另外一番头谋 这个头谋呢 就是像当时的粉碎四人帮一样 一定要理应外和 而且一定要有 有职位的 掌握大权的高官呢 来进行配合 那任志强呢 发出这个声音呢 实际上呼吁党内的人士呢 跟他一块来配合 比方说 王岐山 比方说 李克强 这些人呢 应该团结起来 但是我们知道 习近平呢 这次疫情一爆发 他最怕的一个人 谁就是王岐山 所以呢 把海航呢 一下子给 枕破产 国家全都给接管 然后王岐山呢 人民呼吁他出山 那 这个习近平非常担心 王岐山呢 还在继续冷落在那个角落里 他的一举一顿呢 都受到这个监控 那李克强嘛 是吧 给他负责 这个疫情的小组的组长 就这样呢 习近平特别担心 大权旁落 所以D.A.他就说了 我是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 那把 李克强的光环呢 一定要抢过来 他就害怕李克强做大 所以呢 现在 真正的 有反习的潜力 实力的几个高官呢 全都比姓平给控制起来 还有我们知道 就是湖北的这些高官 他们实际上是 在多次的 中央和地方的矛盾道中呢 对姓平是非常的同恨 他们也是有 分庭抗力的这个决心的 但是问题是比习近平 王沪宁 在第一时间 就把湖北省委书记 武汉市委书记 全都给换掉 全都派的是他的亲信啊 习家军啊 这个隐勇啊 王忠林啊 这些人 所以呢 这个 因为习近平 他有这个魏忠贤 那就是王沪宁的 给他出谋划策 现在呢 他对各种反习的势力啊 采取各个击破的方式 他目前还能稳定他的这个权位 那对任志强呢 目前他只能做一个 荆轲式的英雄 他现在很难 像粉碎四人帮一样 把这些党内的 有实权的人呢 给联系起来 来整合起来 所以目前的情况 还不像网友们所想象的 形势那么的好 目前呢 确实需要荆轲 更需要一些 圣母远虑的母类家 联络各方面的势力 还要处在准备的状态 现在的时机 是最好的一个时机 但如何呢 把这个时机运好 让那些掌握实权的 甚至是党内政治局 常委级的人物啊 都拉入到反习的政变里面 这样的话 反习的政变 才能够成功 当然呢 当时粉碎四人帮的时候呢 这个知识分子 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包括这个四五运动 邓小平也是利用 四五运动 这样一些群众的呼声呢 给最初的四人帮 后来的华国分 给他们施加压力 所以说 这个党内外 党内在野的 和没有官职的 各方面的一些 充分的联络起来 才能形成一个 巨大的反习的一个势力 把习近平给断下台 然后呢 这个国家呢 开始真正的走向 一个正常化 或者是把习近平 断下台的同时 把这个中共呢 也给解体了 那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局面 总而言之呢 任志强失联 确定是一个事实 这也说明了 任志强仍然是一个大英雄 一个靖科式的大英雄 可惜呢 现在时机还不是太成熟 但是呢 我们是也期望 各路的英雄好汉 党内外的这些 人人之士 都能够团结起来 能够在历史的 关键的时候 引导巨变 引导中国走向一个 自由民主的 新的中华的前景 那谢谢大家 今天的收听收看 欢迎订阅宝胜传媒 欢迎成为宝胜传媒的会员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